產品違規 板豆腐減出防腐劑粉甲酸 殺菌劑過氧化氫 不合格率6.2% 豆干產品不合格率最高 吃多容易 頭痛呕吐 宜蘭縣獲得觀光局1.6億 秋冬旅遊補助 後天就要用完了 再度申請第三波8000萬 總計有24萬間房 可獲得補助是全台之冠 配合12月6號開始的 溫泉季活動 預估帶動 另一波旅遊熱潮 北台灣變天 氣象局針對北北基宜 發布了大雨特報 明後天 東北部可能整天都會下雨 今天入夜氣溫更低 中部以北跟東北部低溫 恐怕會下炭16度